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是一期拆箱分享 都是一些别人送我的东西 我就整理了一下 录一个分享 首先是这个 这是一个洗鼻器 因为我们这个拍摄的地方 有个主场景是在一个棚内 然后那里面灰尘特别大 就是我们组的一个演员送给我的 谢谢 接下来呢是这个 Tom Ford口红的礼盒 对不起开发 好 真精致 猪猪女孩 还有啥色 就是红色很好看 谢谢 我很喜欢 这是什么色 反正也挺好看的 啊哈哈 花的收工 然后这个 这个颜色好看 就是是不是裸色呀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气质 不太懂口红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颜色好看 这是什么色呀 反正就是橘色 裸橘色 还挺好看的 我哪天化妆的时候试试它 我不爱涂口红 原因单纯是因为 吃饭的时候要擦就很麻烦 所以我就不太爱涂 就感觉把它都吃到嘴巴里了 就会中毒 但是偶尔就是化妆啊 或者是有工作的时候 还是会擦的 谢谢 我很喜欢 下一个是这个 我们公司一个化妆姐姐送了 她看我腰不太好 然后就送了我一盒 说贴在腰上 接下来呢是 这个小乐膏 诶 这是送的吗 这好像是买大乐膏送的 对不起啊 不是别人送的 然后这个 唐一老师送的一个彩妆礼盒 运用刊上面还写了过的名 侧脸 还有卡片 还有 其实到了很久了 亲爱的张楠 祝中秋快乐 里面是唐一老师的东西 包装都很好看 特别好用 他们家的那个三色修容 我是一直在用的 里面是一个 这是个粉底液吧 粉底液口红 这是个四色眼颊弹 哦 这个高光 哎 这个感觉不错的 看个颜色 嗯 这个感觉会很好用的样子 这里边什么事 哦 是个眼影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个大件 不宜展示 我收到我手都紧了 是一个游艇 放在水里的游艇 是一个摄影师的朋友送的 有明天的朋友居然留言说 他说他还要给我刷游艇 我说真的假的 他真的给我买了一个游艇 我还看 这上了哈 没有介绍 我猜他就是放在水里的环境 等我回家了 来回家 去海边的时候 带上他试试 好了 再见 没了